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瑞突进来 大王补进 这球 长官之后质量一半 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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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加一 这球是有点豁出去往里呼的意思啊 其实通过切两场球 我看得也看出今天方寿在挡拆方面 然后最后的组织 好球 黄正麟直接从对方手下抢灌 最开始的热身对象的原因 身体场要先过关 好球 好球 团队也漂亮 蓝下的脚步移动也很素色 好球 漂亮 好球 要知道苏明辉也是可以参加扣篮大赛的选手 好球 好球 进攻的这种积极性啊 防守端也非常的努力 好球 就是欠 就是欠 第一比的机会 吴田推起来 控制一下节奏 给调到内线大王 两人夹击之下 赵范威 这个反击打了特别的耐心 好球 好球 王哲林 两个人一起军篮下 冲向篮板 这球王哲林 打进加法 这时候中部队的进攻 其实还是很明确的 先是大王在内线去拿球进攻 但你可以看 加拔罚住 阿姆特拉姆打档 才往苏瑟走 方速啊 好球 给跟进的王哲林 再给几角的机会 三分球进漂亮 整个的战术啊 球中强测到苏瑟的转移非常好 从发动到转移球 到六投进登身 一气合成 机会 完全战术打出来了 而且 王哲林地位再要 连续冲切给到苏瑟 可兰 又一个三分 可兰十八分啊 今天效率真的特别特别高 我说我没有 就是没有记错 大部分 绝大部分是来自于三分线上的空位 可兰基本上都是靠这种 出机会 空位机会给他之后 三分球 这十八分 先逼一下 这球发过去 中队没有选择最后的这种犯规啊 还是 两个人上去加击防守 最后很精简地把这个球防守了 这样呢 在最后时间到的情况之下 中队是 一百零一比九一八 三分的盆查战胜了对方 拿下了这场比赛 好